中文字幕——YK 现在来说都算是一个大消息,毕竟俄罗斯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核武器,甚至要比现在的美军还多,总的核弹数量在7000枚以上,其中还包括大约1500枚在部署核弹,而在战术核弹方面,美军甚至还不如俄罗斯。 俄罗斯的战术核弹必要情况下,甚至可以通过火箭炮发射,现在的美军则早已没有冷战时机引发的核炮弹了,如果真的要发起战术核打击,那么美军会被俄罗斯远远甩在身后。 最终长大苦果的必然是美国军队,美国之所以想要退出中岛条约并且降低核门槛,主要就是因为打击能力不足,常规作战任务已经无法保证美军现有的优势了,因此美军才想用核打击来解决问题。 但美军却忽略了核打击的门槛实际上并不高,虽然对于其他国家来说,研发出核武器,以及小型化很困难,但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不可能的。 冷战时机俄罗斯就是全球核武器最领先的国家之一。 不但能研发出先进的大型核武器,在小型化核弹上也产生全球第一,俄罗斯海军的反线导弹几乎全部都拥有核弹头, 例如光荣机导弹使扬舰上的P-10000型反舰导弹,其弹头必要情况下就可以换成多位达到3.5万吨的核弹头, 一发即可报销一个航母编队,俄罗斯一旦重新在冷战时期的核打击计划,那么短时间内,俄罗斯就可以为散军再次交付一大批核武器, 其中包括陆军适应的核炮弹和核火箭弹, 海军使用的核雨雷和核反舰导弹,以及恐军使用的核炸弹和空射战略军航导弹, 比美军速度更快,打击能力更强,效果也更好,俄罗斯冷战时期就用力用核武器摧毁整个欧洲地区, 随后,利用三方装甲部队,直接打款欧美联军的战略计划, 中岛条约和限制核武器条约偏似是保护了俄罗斯,实际上是保护了美国, 因此现在美国退出中岛条约,让俄罗斯反而占据了最大的便宜, 近日,俄罗斯开始和欧洲频频接触,并且表示支持欧洲建立一支联合部队,就是最好的证明了, 对于美国来说,这无疑是偷鸡部城市保密,因此美军现在在条约方面,也开始软化了不少, 美军的核武器如果不能保证美军的优势,那么最终结果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, 核战争一大开启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是赢家,随着双方在核武器上门槛越来越低,新一代的竞争已经开始了, 低单量核武器自然能降低核门槛,而美俄都开始在这方面想办法, 实际上意味着核武器的打击随时可能会到来, 而家在两国之间的欧洲就变得相当痛苦,除了联合起来, 并且依靠法国大力发展核武器外,欧洲别无出路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